其實很多人都會說為什麼要反對 然後就說帽來了不是對 中國在台灣開這些企業來的不是對台灣經濟很好 也增加台灣勞工的機會 可是很少人把經濟的層面換成看到文化方面 然後或是台灣的少數民族比如說原住民他們的角度來想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他們根本就沒有在思考什麼叫做民族 然後也沒有思考為什麼我們人民會出現在街頭 那第二個就是他們覺得如果這樣一直拖下去 我們有一天就會自然而然的離開這邊 然後人潮散去他們就不需要再面對這個壓力 那我覺得不論是哪一個他們這樣子的態度都是非常沒有辦法令人接受的 而且他們也不要覺得只要拖我們就會離開 他越拖我們就會越多人聚集在這邊 越多人聚集在這邊他就不得不回應了 看一下香港現在他簽訂那個SIPA合作這10年 但是其實基層的人們所獲得的那個利益其實是不大的 所有的那個利益就是在那些高 在那些商家上面 然後普通人根本都分不到那個成果 所以你簽訂這個協議 你沒有讓人獲得到什麼好處的話 他們當然會反對 另外一個就是他的黑箱作業 然後他的那個跟香港一樣 香港好幾年前也是有一個黑箱作業 然後那個也是出來反對 所以我這次在台灣我也想要站出來 帶香港人去支持台灣 我會出現在這個方式是因為 立法院通過那個法案的方式在短短30秒之內 就這麼倉促 而且基本上是沒有足以審調的法案就通過 所以我對這件事情非常的不滿 這已經不是民族的問題了 不論你有沒有表態 不論你覺得我在現場是盲從 或是真的知道為什麼要來現場 我覺得大家心裡面要有一個觀念 民族的東西不是你搶的麥克風喊30秒才可以通過的法案 尤其是你這是關於所有民生的問題 所有的朋友 這邊的人都需要你們 能來一個是一個 你們如果能到現場的話呢 都會是些同學他們最堅強的後盾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